现在进一个游戏 那么本部视频一眼给大家要带一起这个直播手的一个素材 那么这局的话也是有一个5杀 最后也是打了23个材 第一局的话也是选择直接中路前顶 差不多秒了一个之后的话 就是说看到四五十算没有 没有的话大家就要注意A拐这边了 然后呢又看了演绎A拐没有拉 大家这边拉一个 因为我中路前顶了 他们肯定要爆点的 所以说大家可能会过来 包括一个拐这边 就是一个正式三杀 就可以在这张地图的话 我觉得大家也是挺熟悉的 已经这张地图时间太久了 这边由于这边 这一局离这个必须近些 自己拿狙击了 第一次在马下他要后撥 然后发现这边没人 但我想呢 也不知道当时为啥 没人也是选择往他家冲了 所以这怎么的 这要选择冲锯 收点也是一定要仔细 大家看到没有 我过的每一个点 我也左手右手的 我一定要去看一下 因为这些点 如果我不看到 不管是哪张地图啊 就是你选择去压加 去前顶 如果是不抽点的话 肯定会被阴的 哎 脚下 这个 85 85 85 有点可惜 其实我觉得 咱们大家 包括我自己啊 就是不管是每一张地图啊 也好啊 就是当保护和潜伏 都有一套自己的打法 大家想一想 就是你不管当哪张地图 当保护 你比如说我现在当潜伏啊 就是你这张地图 你当潜伏的时候 习惯什么卡位啊 卡哪个点什么的 就会有一种习惯 你到这张地图的时候 你都会去这个点位 但是啊 但是 是一个小细节 可能你遇到的队友 和你一样的站位 比如说去一会去比了 你俩卡从两个 那就就有点 浪费一个人 可以说潜伏的时候 可以一起去 你知道呢 没啥问题 你拿的时候 这卡也有点的话 不过这很确定 咱们变成70 冠的话就有点浪费了 就是说大家 要优化 没事要优化一下自己的一些站位 包括鱼喵点 对吧 毕竟 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牌位 包括的经验 包括地图的经验嘛 他都是不一样的 平常不管是看视频也好啊 或看直播也好 都会会发现 就是说这个主播啊 或这个视频作者 他这个打法这个走位 感觉还可以啊 等我要再下次我玩游戏的时候 可以去试一下是不是 就比如说我这期视频呢 中出这种打法 可以去尝试性去中出一下 当然了 对你的枪码要稍微有一定的要求的 你不是说见面瞄不了人家是吧 还有就是我觉得 呃打爆破的时候 守点的话呢 可能要守的时候 作为保卫者来说 但是 但是也要去 给对面来个打个出气不易吧 比如说中出这种打法 中门直接顶到他家 那个四五下窗五下门 这其实也是一个压加打法嘛 就减两了 就这种打法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把这个节奏放在保卫者手里边 我说保卫者来说的时候 我自己压你家里边 就压在里面打 这样的话 节奏就掌握在 保卫者手里 而不是说前部的 就是说保卫压的前部打 前部就很被动嘛 闭门两个闭门一个打不 这种打法也挺好的 就是我也挺喜欢这种打法的 感觉这种打法就是不错 尤其是 如果跟朋友一起打的话 就很多时候就选择 哎 两个人前点 或三个人直接抓一个点 对吧 直接抓死一个点 就是 嗯 有点像用这个枪法去打对面 因为比如说 A点或者B爆点 这种情况 他卡一个人对吧 也就是卡一个人到两个人吧 那你有两个人三个人 直接突破一个点的时候 那对面 是吧 二打一三打一的时候 肯定好一些 我这边疯了好 比这个单走 自由人强一些 当然了自由人对枪法要求也是比较高一些吧 能找官方 有这种 平常我都会有这个 什么原因 自己大家为主吧 就是很多时候还是确认是靠自己 因为有的时候 撒二十多个不赢太多了 那种情况 大家不要觉得这局撒二十三个就 赢得很简单 真的不容易 就很多时候撒二十三个 二十多个吧 就不赢太正常了 就是说希望大家 就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 宝宝小经验 那这局三四 可惜最后一人打 三四谁没说的 还有就是这个 左上角雷达 再次给大家牵着一下 对啊 左上角这个雷达 大家一定要去看到 其实我最近发这个 短视频啊 就是前天出的 快手抖音啊 还是前天 还有什么 这个叫啥来着 可不可以看一眼啊 刚才忘了这个名字了 啊 这个皮皮架 尤其这个皮皮架上面的人 特别多 他说这个主播啊 右上 呃 这个视频其实 大家看到那个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要 镜像这个 镜像的原理 镜像的原理 就比如说大家看到 我这个转压方 三张头 我的眼睛是往右上 右上你要撇的 但是实际上 我是往左上撇的 就是大家生活中 对着镜子的时候 你也可以试一下 很简单一个镜像 他们就好多人评论说 你这个哎 右上角有透视吧 一直往右上角撇啥呢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 他是 真的是不看 右上角 哎 这队友这要给我换枪 他是不看左上角的 小地图 他就肯定不看 所以说能说到这种话 游戏肯定玩的不打地 然后也不知道镜像的问题 所以挺好玩的 所以说大家打牌位的时候 一定要看左上角雷达 因为 你可以通过这个 左上角 这个小地图雷达 去判断敌人位置 因为 大家打牌位的时候 很多人 他不能第一时间去爆点 而有的就是 你可以通过这个 左上角雷达 去判断敌人 一个大概的一个位置 毛点 如果是这个点 就有队友在 那你这个点 就基本上 可以决定说是 这个点 这个点附近没有敌人 对不对 这个也是对于 一个判断吧 这一期视频聊的有点题外话 有点多 我这边的话也是每天的中午的十二点钟 每天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的五点钟 都会在这个火牙直播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手机或者电脑 打开火牙直播 然后就可以找到我直播间 打开火牙直播之后 直接收回我的名字杨赫 就可以找到我直播间了 大家也是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来这个直播间聊聊天 然后直播间的话 也是每天都会抽这个红棒 直接从这个直播间里面抽 然后我这里会抽这个抽号上分 包括抽一些通关指标 希望大家可以来这个捧场聊聊天 然后就是左下方的口号 3132228 大家也可以听人家呀 有什么问题啊 也是通过口口留言留言 各位也可以啊 好视频来到我呢 感谢大家观看 点一下观众和订阅吧 拜拜 拜拜